火龍果是積極特產之一 為了增加果農的收益 業者特別利用在地食材 製作美味可口的紅龍果泡菜 業者表示 積極蒸紅龍果的產量多 次級品的數量也多 透過製作副產品 可以增加果農的行銷通路 在現在大家火龍果做的很多 我們是為了以後 如果自銷的話 還是不良品 就是比較小 或是形狀比較不好看的 這些不良品 做一個通路 因為我們做加工的 可以利用這些東西 把它創造更有價值的東西出來 幫助農民有更多的收益 畢竟是一個火龍果 產量多的時候 次級品也會相對的增加很多 所以我們廣民裡 尤其是我們廣民裡 種子的面積也相當的多 業者製作泡菜 絕不添加防腐劑 利用手工方式洗菜脫水 再加入紅龍果增添營養價值 尤其因為紅龍果富有天然色素 所以業者推廣紅龍果泡菜顏色相當鮮豔 令人看得實質大動 紅龍果它本身它就有一種天然的色素 它很漂亮 所以我們的泡菜裡面強調的就是不加防腐劑 也不加色素 完全都是用手工下去做的 我們也不用機械下去洗下去切 因為如果用機械下去切菜的話 如果菜裡面有比較不乾淨的啦 或比較醜的都沒有辦法把它剔除掉 所以我們純粹用手工下去切 讓客人能夠吃到乾淨 又有衛生 又有營養 又不加防腐劑的手工泡菜 刺激品的紅龍果果實過小 邁向較差 果農若是將其丟棄 則顯得相當浪費 為了防止未來產量過剩的問題 業者在數年前就開始收購刺激品 製作紅龍果泡菜 提升農產額外的收益 議員曉智全也對於業者的巧思表示肯定 其實有另外一家這個農場 它做那個紅龍果的泡菜 我想它就是又有另類的思考方式 它希望說把比較吃極品的紅龍果 因為它本身的營養跟維他命都非常高 希望透過它的加工再次 能夠維持它本來的鮮度 所製作的泡菜非常的美味口口 希望大家有機會來到吉吉 可以前往該農場做品嘗跟選購 也期許有更多地方的人士 共同發揮創意 製作各種農特產品 行銷吉吉紅龍果 迷雄宏佳燕集集採訪報導 好 謝謝坦白 谢谢大家